目前,除了伊德利普非军事区外,赛利亚境内大部分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基本已经被俄氏联军消灭,只有灵星地区还有一些极端组织残余,但其存在的时间也已经进入到计时,因为赛俄联军正在一点点对残余极端组织实施清剿。 就在近日,有外媒报道着,是俄联军在对极端组织武装实施清剿过程中,一路追踪逃跑的极端组织人员进入了霍姆斯东南部的沙漠中,但不幸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 随后,参加追缴的俄氏联军人员在驾车行驶过程,竟然误打误撞的进入了美军在阿尔坦辐射力的军事基地附近。 然而,令续俄联军想不到的是,俄氏联军的车队竟在阿尔坦辐射力附近,遭到美国极其盟友的突然袭击,美国极其盟友甚至还都有了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让俄氏联军的队伍损失惨重。 最后,成功冲出包围圈。 据悉,旭俄联军的车队遭袭的原因,是其距离阿尔坦辐基地太近了。 美军认为旭俄联军车队已经对阿尔坦辐基地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才对车队发动了袭击。 据悉,美军在阿尔坦辐射力军事基地时,就将以基地为中心,方圆50公里范围内位冲突降级区。 任何武装组织和军队,都不得被经通报闯入这一区域内,更不允许在这一区域内进行交火。 否则,美军及其领导的联军,将毫不犹豫地,对违反规定的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但美俄两国为了避免在叙利亚境内打击极端组织时发生军事冲突,早已经签署了量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的要求。 双方应该在可能发生冲突,时提前发出警告,但美军此次在未提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救队误入几基地附近的许俄联军发动袭击。 显然不符合量解备忘录的要求和精神。 因此,此次提及更像是美国极其盟友,在故意向许俄联军示威,警告他们不要试图进入阿尔坦夫基地附近,也不要妄想收复这里。 事实上,许俄联军一直想收复阿尔坦夫地区,甚至还一度包围过这里,但由于美军的存在,俄许俄联军一直迟迟为采取行动,因为俄罗斯和许利亚两国都不想和美国撕破脸皮。 直接发生冲突,防止美国找到借口军事介入,目前希利亚的整体局势,将有利于许俄的大好局面发生变化。 在阿尔坦夫地区还有一个跟俄罗联军头疼的地方,那就是这里还是美国领导的联军队伍,培训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势力的地点,给世俄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若想实现希利亚的统一。 这里必须收复不可,但是俄和时以及是否该采取强硬措施赶走美军,彻底收复阿尔坦夫地区,将目前来看还不是十分清晰。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